REIN TV 大家聽過來了嗎?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 之前買的這個磁扣 它的設計呢算是蠻好用的 就是說 讓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是民俗去用那個 卡片去解鎖嘛 那現在這個東西有一個 設計上的瑕疵 我剛剛是 把它裝上然後帶了一下之後 我就發現啊 如果你跟我一樣用的話呢 你的鑰匙可能很容易就不見了 因為我剛剛裝了半天啊 它這邊它上面總共設計兩個孔嘛 那它原始 我恢復一下它原本的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它原始呢 拿到這個扣板就是拆開的 然後才把它裝進去了 然後上面這個部分呢 它就像這樣子的 彎起來之後呢小的是在外面 大的是在下面 那通常我們看到這一種在裝的時候呢 都會拿這個 因為它你看到兩個頭啊 這大小啊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當你在穿這種孔的時候呢 小孔會比較好穿 大孔可能穿得過去 所以可能很多人習慣就會像我一樣 把這個拿下來拆成板的這樣子 那可是拆成這樣子之後呢 就裝了過去就可以這樣子扣起來了 可是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是 它這個東西 它就 不然我再裝一次給它看一下好了 裝好之後呢 它就像這個樣子 感覺好像是完全密合了 可是一個問題啊 當你在拉扯的時候啊 這邊 我只是這樣簡單撥 我還沒有用力去特別去拉它 比如說像這樣子好了 它就掉出來了 非常非常的容易掉 所以你用小頭這邊裝進去的話呢 它實際上是不能用的 那等一下呢 我就試試看 這個頭上去 大頭進去 可是大頭這個 非常的難塞 要需要有點技巧 好 塞一下吧 現在呢 我把大的頭啊 塞進去了 建議大家啊 把這個從上面拿下來 先把它單純塞這個孔 把它塞進去 這樣子會比較好塞 因為 我剛好試過 你如果要夾上這一層 連這邊一起塞進去的話呢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 那建議大家 你就可以 利用像那些 耳朵啊 耳朵啊 耳朵的這種小工具啊 輔助一下 比如說有些地方 你拉開的時候呢 它彈性剛好沒到那邊 你可以用這個稍微把它撥一下 撥一下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咬進去了 那咬進去呢 這樣看起來 就比較好很多了 那我試一下看看 這樣子應該就 合理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比剛剛好很多 剛剛這樣隨便撥一下呢 它就整個掉出來了 那我就現在 因為我剛為了 為了它好裝 我剛好把那個石口拿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回去吧 其實呢 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這個日後壞掉 或者是你 當下不好裝的時候呢 你也不一定要裝這個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就可以了 你就直接把你鑰匙的鐵環 繞過這個孔 把那個圓圓圓圓塞過去 用這樣子 而且它底級會更小 因為更小 更好裝 你就使使用現在會更好一點 因為裝了這個之後呢 它體積就稍微大了一點點了 OK 那我們繼續把它裝回去吧 OK 我現在已經裝好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曉得是它 貼的時候公差還是什麼 我怎麼覺得 我已經浮了那個孔了 然後 又都裝好之後 不過我好像還是有一點 一點點歪掉的感覺啊 OK 我就先不管它了 那我們來看這邊 它現在扣完的部分啊 而且如果說我先這樣子撥好了 我剛剛 你們知道 剛好試過一次給大家看了 像這樣子撥呢 基本上呢 剛剛那個方式 如果大小的反過來狀況呢 基本上就直接會掉出來了 那現在呢 是好很多啦 就是至少頭不會馬上跑出來 那正常的彎折情況下呢 也OK 可是如果你彎到太大力 像這樣子 彎到底了 這個頭呢 就快跑出來囉 所以我覺得這個固定方式 也並沒有到很好啊 就是說如果你放的地方啊 比較容易拉扯啊等等之類的話呢 我的建議還是建議大家 直接剛剛用那個扣好一點點 那我就先實際這樣子去實測看看 正常日常使用之下 那這樣子持扣的方式的話呢 看他到底會不會掉 而且也可以撐走久 因為我剛剛拉這樣子啊 其實都還是會掉 如果我正常這樣拉好還好 如果正常是用拉扯的話 就正常這樣拉 正常簡單這樣拉扯是還好啊 至少比剛剛好很多了 他只是說你彎到一個極限的時候呢 你如果放開口袋彎到哪裡 好 我們就當成是這樣子啊 我只用一隻手盒 這樣子 就掉出來了 這樣子就掉出來了 還是蠻容易掉的 如果說你的情況呢 會彎折到這麼多的話呢 就要特別小心一點了 你彎折回來之後呢 雖然說不會馬上掉 可是他就已經整個跑出來外面了 這樣子 所以建議大家安全一點的話 還是鎖在這個小扣上面之後 會比較好一點點 OK 今天這一個哥哥的鑰匙圈來跟大家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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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